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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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沉泄 沉泄 进入教主的本类 我要赞美 进入祂的愿 我要长玛丽路亚 这是主的日子 哦 我要欢呼 祝使我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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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要欢呼 祝使我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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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要欢呼 祝使我喜乐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安息日快乐 大家平安 很高兴又来到一个新的安息日 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里 那么请允许我首先把安息日的祝福 带给无论此时此刻是坐在电视机前 或者是通过网络正在收看我们 安息日节目的全球的华人弟兄姐妹 跟你们道一声 安息日快乐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 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 首先我要欢迎到的是 坐在我们周姐妹旁边的这个陈姐妹 欢迎您 欢迎 欢迎 那么陈姐妹呢 她是通过收看我们电视节目步道 来到我们教会的 希望您能够喜欢 也能够希望以后在我们教会 能够经常看到您 好吗 还有呢就是 刚才坐在我们三立姐妹旁边的 一个颜阿姨 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她是不是走出去了 她是 也是基督徒 那么她刚才还跟我说 说不用特别欢迎她 当然她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呢一样欢迎她 好 那么也欢迎我们的赵阿姨回到我们当中 赵阿姨欢迎您 欢迎 赵阿姨回国了一段时间 好久没见到您 欢迎 那么在我们手上呢 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个节目单 那么今天呢我首先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 大家还记得李心腹夫妇呢 他们已经移居到澳洲 那么他们来店 就是跟大家问好 说李心腹弟兄呢她的病情有得到稳定 身体健康都还不错 那么她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问个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 上周我有提到的就是 4月5号不是有那个联合敬拜 那么今天下午饭过后呢 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留下来 我们为我们到时候在节目上要 学习和唱的两首歌呢练习一下 好 报告事项就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唱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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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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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诗词 我就是爱的音乐 跳跃着高声欢唱 将一世成调情歌 主与我此唱彼合 心灵节过期陪我 主若是一首诗词 我就是爱的音乐 我若是冷若冰爽 主就是冬日太阳 他热情是家大海 感动我也是心肠 但愿我荣为喜水 只留到主爱海洋 我若是冷若冰爽 主就是冬日太阳 我若是一块黄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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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就是冬日太阳 朋友 你们心中真有平安吗 如果你们没有平安和喜乐 现在我就告诉你 说 主说 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 我就使你们能够得到安息 使你们能够得到安息 凡劳苦重担的人 忧伤的人 主必使你得到安息 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 朋友 你心中有平安吗 有喜乐吗 朋友 你真有平安吗 朋友 你心中真有平安吗 如果你没有平安和喜乐 如果你没有平安和喜乐 现在我就告诉你 主说 凡劳苦重担的人 主说 凡劳苦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 我这里 我就是你们能够得到安息 是你们能够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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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劳苦重担的人 忧伤的人 忧伤的人 主必使你得到安息 主说 凡劳苦重担的人 主旻囡人 主说 烦恼 孤单 忠单的 可以到我这里 我这里 我就是你们能得到安心 是你们能得到安心 烦恼 孤单的人 忧伤的人 主必是你们得到安心 那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开会祷告 大有能力的主啊 我们感谢您 因为您是见察人心的主 知道我们灵性和身体的一切需要 求您怜悯我们 往往有时候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灵性上退补了 求主的灵感动我们 使我们热心爱主 行行祷告 多读圣经 常常地参加聚会 多与弟兄姐们交通 得主 靠着主能够得胜一切 使我们从你那里能够得正能力 疲乏的能够重新得力 软弱的能够变为刚强 我们的罪过 求主遮盖 我们的疾病 求主医治 我们的难处 求主挪开 使我们的身 心 灵都健壮有力 能够为主做盐 做光 容易一人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不配奉主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圣经章节 记载在诗篇第100章第4节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当你借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愿 当感谢祂 称颂祂的名 我们请弟兄姐妹站立 参观我们的开会诗 我们将要到的核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称颂祝 我们能帮助手 称颂祝 向那河边先进 时候 得严重的细宣有 把主恩贴我们的灸 祖病典化美免留 我们必须在那个天 但下月赢到 下月赢得天 宇宙时候聚在大河边 自发留着到昨天 不就彼得花铃河 不就陷入有星光 不就心里十分安然 天上欢乐又绵延 我们必须在大河边 咱家卫里咱家卫里河边 宇宙时候聚在大河边 自发留着到昨天 我们在天上的事 相信你 蒙你爱的建筑 圣灵的保守 我们今天为庭安顶圣住在您的圣殿 愿我们所有的崇拜 感恩和祷告 都能蒙你的悦纳和情形 在此刻 我们特别为在惠灵灯的黄医师姐妹 形成我们的祷告 她在星期一已经离开我们 再继续安静 求主在此刻 能够与他们的家人谈战 和美成她的家人 与他们共同度过这一段南亡深山的日子 我们可以想念他们 另外 我们也特别为马逢学龙科技的试验 现象我们的祷告 今天已经是45天了 遇上200多人的生命 生殖位置 摘着天下 假如可能才有生殿的事 明天 他们无论在任何的地方 所在整样的陷阱和危机中 求你能够与他们提供 因为在人不能的事 而上级能够与他们 现在的天下 在人末时重大的热剂里 我们从世界上所有的变化 和发生的一些事件 提供你们来的热剂就一定了 求您 去给我们更多水灵的体质和信息 靠着你 加给我们的能力 努力改造自我 作为一个新造的人 奉护你的爱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求保守我们华人教会 每一项圣众的计划 唱完多些果子 嫁给我们的教会 愿天爱的天父 将耶稣基督的平安和喜乐 祝福给我们 每一位信靠你的女生姐妹 和他们的家庭 以上祷告 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敌人 年唇 唱完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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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您丰盛的功力 谢谢您所赐的平安 谢谢您无比的大爱 现在让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您 回应您的爱 主主 悦纳我们这原本来于您的那部分小小的金钱 也愿纳我们一颗乐意敬献的心 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取明镜 阿们 祷告不配奉取明镜 阿们 阿们 祝福与祢 唯有祢是我心 说爱我可不 来敬拜祢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可慕祢的生命 愿天父上帝这个时候 祢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祢见察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 愿主 借着圣灵感动我们 祢让我们倒空自己 抛开自己内心的沉淀 目的就是要来听 神的声音 要来敬拜 创造宇宙万物的阶段 恬不上帝啊 愿你借着今天 您的话语 来造就我们 来改造我们的 这个时候 愿你垂直我每一个人的期望 阿们 阿们 各位亲爱的奥克兰基督福领安息与会 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愿上帝赐福大家 今天能够得到神双倍的福气 不管您在哪里 您现在参与基督福领安息与会 美西兰奥克兰华人教会的机会的朋友们 愿上帝与您 我们所祈祷 全世界 基督福领安息与会的教会 我们今年 去年 今年 甚至明年 我们大家所提倡的 就是 复兴改革 复兴改革教会 复兴改革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最近有没有花时间祷告啊 感谢主 与您感谢主 感谢您是神的中心 您积极参常 应该的 阿们 今天 听见了 婷婷姐妹的祷告 我心里面非常感兴趣 今天她的祷告 就是我今天的圣堡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再次印象 全世界基督徒联安学会的教会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要带来的日子是 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永远的家 这世界并非我们永远的家 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乡 在那个天上的 阿们 因此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唱那种 这世界非我家 这世界非我家 我无一定处处 天使为我 大开门 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进去 再主意下是今天 我们所要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给大家一个复习 我们所知道的 耶稣基督他的叮咛 他说庄稼多 世界上的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有很多的人 正在等待着 能够借着某种管道 能够认识这一位 救赎主耶稣基督 因此耶稣基督 对他的门徒说 要收割的庄稼多 问题来了 那就是收割的人 工人却少 所谓的工人 那就是愿意说 耶稣我在此 请你拆遣我的人少 因此我们也分享到了 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祷告 耶稣基督所说的祷告 不是说我祷告 叫某某人 去为耶稣基督传福音 而是耶稣所说的祷告 就是说 耶稣我在此 请你拆遣我 从我开始 我愿意来立志 为您做传福音的工作 阿们 上周我们谈到了 影像挑战 当你为耶稣基督 做传福音的时候 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就好像羊 进入到狼群 但是 听起来 好像很危险 但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一个 属灵上面的教训 那个就是 我们要聪明 灵巧 上周我们谈到 灵巧的方式 给大家的建议有三点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 该把福音传给人 什么时候 该安静的时候 你就该安静 到时候 因为所有世上的人 传福音 他都有一个传福音的 一个目标 跟一个坚持的信仰 那怎么办 那我们在 分发 分争 上帝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要以 人家能够接受的 这样子的以态 跟态度 来去分争 信仰给其他的人 今天 我们的题目叫做 再主意下 这是经过 祷告 以及跟我太太 研究又在研究 最后 她说 我们来用再主意下 来分享 今天的题目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 依靠耶稣基督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整个 这一次 我们这系列的 讲到的 中心的 圣经章节 耶稣基督的话 这里面谈到的 就对他们说 这个他们 那个在说话的是 耶稣 耶稣就对 那个七十个 他要拆派的 这七十个人讲话 他说 要收割的庄稼 多 做工的人 很少 因此做什么 所以你们当求 庄稼的主 也就是耶稣基督 打发工人 出去收割 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预备的 这些传福音的对象 但是耶稣说 你们去吧 我拆迁你们出去 如同羊 高 进入到狼群 今天 重点在这里 不要带着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耶稣说 你们就去 你们去的时候 如同羊 进入到狼群 而且耶稣告诉我们 今天的第五讲 系列的正道的第五讲 不要带着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如果说拿到现在 我们的这个背景来说的话 耶稣说 你们出去传 但是你们不要带 你们的F-Post Card 不要带你们的Visa Master Card 你们就出去 为我传到 是这样子吗 各位弟兄姐妹 简单的来说 当我们出去 为耶稣基督工作 耶稣基督在这里 所传讲的 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我们要完全的 依靠上帝 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 你会碰见许许多多的阻碍 这个阻碍是从内部 是从外部 这个内部包含 教会内部 甚至是包含你自己个人 外部是什么 外部就很多了 政治的干预 或者是说家庭的干预 你的朋友的干预 甚至是 什么呢 其他宗教的干预 来干预您传福音 上帝的福音 这里耶稣说 不要带着前囊 第一次就是 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上帝 您看 在圣经里面 在路加福音22章 这个时候 已经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在末后 准备要升天的 那个时候 他对门徒们所说的话 在这个 我们所谈到的 在路加福音 第十章第四节是 耶稣基督 在世的时候 才派十二个使徒 才派七十个门徒 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叮咛他们 要理解 要明白 传福音的时候 所发生的 会发生的事情 以及应该 要做的事情 今天 耶稣叮咛我们 我们必须要 完全地依靠他 因此 耶稣基督 要依靠他呀 来了 耶稣基督 要完成 他世上的使命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的 最后一章 耶稣就对门徒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你们没有口袋 你们没有血 但是我问你们 当我叫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们有缺少什么吗 门徒们回答说什么 没有 各位弟兄姐妹 你还记得圣经里面 就曰 耶稣基督 或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 所选招的他的民主 叫做以色列民主吗 当他们 受到神的恩待的时候 上帝听到了他们的呼求的声音 就是祷告的声音的时候 于是神就拣选了摩西 作为他们属灵的领袖 带领他们离开 维奴之地 叫做埃及 历史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在这个旷野里面多久的时间 四十年的时间 到最后他们来到了 迦南地的时候 上帝问他们说 你们有饿过吗 你们有没有水喝的时候吗 你们的鞋子有破过吗 你们的衣服有破过吗 如果你看圣经 他们回答说什么 没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赞美上帝 如果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 真的 你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 您的欲望 不会那么的多 您会很满足你的现状 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说 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请问你们有缺少什么吗 他们对耶稣说没有 因此各位朋友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为耶稣基督 做传福音的时候 上帝会为我们预备 很多的事情 完全地依靠上帝 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 那么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五节 如果我们会说 不带钱囊 不带口袋 这里面所说的口袋 是在希腊文里面 有这样的翻译就是 乞丐放在地上 祈祷用的 给人家所有人家捐助的 那一个收集的一个箱子 所以人家可能会把钱 放在那个地方 一个可能是碗 可能是容器的地方 甚至人家把面包 把鱼 把一些食物 就放在那个地方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会说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出去传福音 我们什么都不想 我们不管 我们不用未雨绸缪吗 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你说 我们做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要吃 也要喝 对不对 上帝不会亏待 所有为他做传福音的 那因此耶稣基督 在这里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他说不要带钱囊 你们不要带口袋 不要穿鞋等等之类的一些事情 耶稣他有理由的 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愿这一家平安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去 要祝福这个人家 然后第七节 您 这耶稣的答案在这里 你们要住在那一个家里里面 耶稣基督他说 你们要住在哪一个家里里面 那个家里里面 意思也就是说 你们就听我的 你们信靠我 你们出去为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会预备 我会预备 会帮助你们的那一个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得供价是应当的 哈利路尔 这是耶稣基督 他亲自所说的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 你们就赶快去传福音吧 就传 尽你所能就传 然后他不管您肉体的需要 各位啊 耶稣基督 他知道你跟我 我们需要我们会肚子饿 因为耶稣基督是人子 他有饿的时候 所以耶稣说什么 因为工人得供价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个家搬到那一个家 因为工人得供价是应当的 然后耶稣说你们要住在那一个家 那一个家会为你们预备 吃的跟你们传福音的时候 所需要用的喝的东西 依靠上帝 因为上帝会感动人来支助 他的工人 感恩神 在我传道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面 我曾经在台湾 区会工作 新加坡区会工作 北纽西兰区会工作 三个不同的区会里面工作 每一个区会的传道人 都不一样 他们对传福音的观念 跟态度 跟方法 也不一样 我感谢 从三个不同的地区 做传道的时候 我感觉到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特色 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跟大家提起 当我在新加坡传福音的时候 我看见尤其是那些 马来西亚的那些同工 传道同工们 传福音的那些传道人牧师们 我发现到他们 他们特别特别实行了 耶稣基督 他这一个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所说的 这些人 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们去研读神学 将来要为耶稣基督做传福音的时候 他身上的钱去读书 要成为传道人 将来能够为耶稣基督传福音 去学校读书的钱 只足够半年的 就是等一个学期的学费而已 他们就去读了 那时候我实在是不明白 我看大部分在我前面的这些牧师们 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当他们决定要为耶稣基督做传福音的使者的时候 他们身上没有足够 他们读四年大学神学的课程的学费 他们都是只有半年而已 他们就凭着信心就去了 他们慢慢地读 边工作边读书 边读书边工作 在工作在读书的同时 也在传福音 将来他们现在都在为耶稣基督做全职的传道人 到时候我一直在想 到时候那时候我就问他们 这么神奇吗 你们工作打工 可以付上大学的学费 完成四年的神学的训练吗 他们告诉我 依靠上帝 上帝感动其他的人来支助我们 我只能说阿们 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在荣耀任何一个人 我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小弟在这个地方六年的传道 我看见了上帝的奇妙作为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发生 如果你有同感 请说阿们 阿们 当我在传道的事业里面 非常的进入到谷底的时候 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来了一支电话 说您是科目师吗 我说是 在凌晨的时候打电话来 我们希望您能够来纽西兰 加入我们北纽西兰基督福利安协议会的传道传过 我不认识他 他不认识 来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他告诉我说 今天就开始 我说教会在哪里 他说没有教会 今天就开始传道 当教会在传扬的时候的初期 我来这边的时候 2007年 我跟威力长老 在研究我们教会的经费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经费 都是人家捐助的 那个时候 好像我们教会的钱 在洋人教会底下放一个我们的account 只有七八千块钱 但是那一年 我们居然为耶稣基督传福音 我们所花费的钱 将近有三万到四万块钱 是不是威力长老 五万块钱 请问这些钱从哪里来 我告诉大家 是上帝依靠神 上帝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 来帮助我们 来开拓我们基督布林安息日会 奥克兰的华人圣工 我要赞美上帝 第二年 我看到2008年 我们教会的账目 可用的钱 只有一万块 但是那一年 我们也是将近花了四万到五万 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对不对 胡张老 那些钱从哪里来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跟大家说 是上帝 我们依靠上帝 上帝 透过其他的忠心的弟兄姐妹 感动他们 来帮助我们宣传福音 所以如果您说 这个教会没有神的同在的话 我们怎么会走到如今 感谢主 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福 于是那个时候 我们想要把福音广传 长话短说 我们来到了电视台 一个星期六 我们电视台的节目的花费 就要一千块钱 这个地方四百二十三块钱 二十五块钱 一周我们所要花费的就是 一千四百多块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 再次拿出来呢 因为我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们这一群信心的这一群领导 走吧 我们就在电视上面宣扬三天时的警告 宣扬耶稣基督幕后的讯息 我们走了 我们进了 传福音的电视传福音 听着神的带领 我们凭着信心走 正当快要没有钱 来支付WTV的时候 我们不认识的这一个人 这样子的一个钱 来到了我们教会的账户 来协助我们 推广基督布里安息日会 在纽西兰的 华人的事工的 这样的款项 来到这个地方 就专门在电视布道上面 感谢主 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谁支助我们 是依靠上帝的关系 上帝感动其他的人来支助我们 阿们 昨天我在读 《词徒行传》 《词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的地方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的心 感动我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你回去看《词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这个时候保罗 来到了一个地方传福音 他在那个地方歇息的时候 圣灵感动了他 因是他听见了 这样的一个呼求 希望保罗能够去 马其顿 也就是现在的希腊 去传耶稣的福音 那个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要到希腊去传福音 因为他自己传福音的地方已经是够他忙了 但是这个时候圣灵告诉他说 您要听这个声音 你要去那个地方传 于是他就去那个地方传 于是福音传到了马其顿 也就是现在的希腊的地方 各位弟兄姐妹 去年十月 我们教会的营会完毕了以后的 那个星期日我到家里以后 我就得到了电话 特牧师 他说当我知道我们有基督布林安息日会 奥克兰华尔教会的时候 他说他喜极而去 我说请问您是 他说我是王大夫 惠灵顿的王大夫 科牧师请你到这里来 我们一起来开拓华人事工 我相信奥克兰基督布林安息日会的 华人的弟兄姐妹 他们一定一定很高兴 我们的福音事工 奥克兰能够成为一个母教会 能够协助我们惠灵顿的这个福音的事工 我左思右想 没有办法 我的时间已经没办法 观看电视节目就让我没有办法传心 但是跟长老跟几位弟兄 跟姐妹一起研究的时候 尤其那位弟兄 Henry弟兄告诉我说 你就去吧 他的眼泪可以看见 我看见他的眼泪 在眼眶里面就这样钻了 我心里里面回到家 我心里面好感动 你知道 三个月我在这里正道 前几个月我在这里正道 我每天在想的就是 接下来 惠灵顿真的展开了 圣宫展开的话 要怎么办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福音 要更多的人一起来 肩负起传福音的事业 复兴我们的教会 也能够复兴我自己 让我知道我能够多加地施舍 因此 跟自己的太太商量以后 我们就希望说 从我们自己 不多的剩下的钱 我们能够自费地去闯回 但是正道完了以后 有一位不是教友的弟兄 不是基督徒的弟兄来找我 拉我到后面的地方 说 柯牧师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跟他说 您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您不是要把福音 传给惠灵顿的华人同胞吗 我说 是 我哪里可以帮忙 我说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 你认识的朋友当中 募一些款项 让我们有一些经费 能够在那里开始展开 这位弟兄说 不用别人了 就像你讲道的一样 从我开始 他马上捐赠 纽西兰 三千块钱 我们请大家说 赞美主 赞美主 不用 科牧师 从我开始 如果我只是会讲 不做 不对 我 你的朋友 我 我虽然不是基督徒 从我开始 以后如果不够 有什么需要 看看我能不能 再请我的朋友来帮忙 各位弟兄姐妹 完全地依靠神 在传福音的事情 因为上帝会感动他人 来支助上帝的福音的时光 圣经里面有一个 这个人物 是我们每个人当药 是我们每个人当药的 记得的 画家画的想象中的亚伯拉罕 他的名字本来叫做亚伯兰 后来变成亚伯拉罕 他是信心致富 他做得很好 他是加勒地人 聪明有才智的那一群民族 加勒地人 他是组长 当他生活在最好的时候 上帝居然选召他说 你要起来 你要到 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简单地来说 你要为我做传福音的事工 因为将来要从你那里 要成为一个大国 这个国的人 你的子子孙孙 要去造福世界上的人 简单地来说 你的子子孙孙 要为我做传福音的工作 信心致富亚伯拉罕 就带着他的太太 他的家人 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当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他要去哪里 但是他知道 上帝问他 叫他做什么 他就平信心依靠上帝 他就走了 当他好不容易 有得到神所赐福的 这个唯一的孩子 以撒的时候 上帝却告诉他说 你现在往摩亚地去 把你所生的唯一的孩子 献给我 上帝不是要他的孩子 上帝没有兴趣以撒 但是上帝 要让亚伯拉罕知道 当你完全地信靠上帝的时候 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是 你眼睛未曾看过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过 于是当他准备要依靠神 把上帝的指示 完全地依靠 要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的时候 天使就抓住了他的手 不要伤害你的孩子 因为神知道您是真实的 那个地方又一只羔羊 你把它献上来 这个羔羊代表 因此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 称那个地方叫做 耶和华尼了 耶和华尼了 让世世代代所有的 以色列民族 包含你跟我 我们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的 属灵的以色列人 知道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 祂是预备给你跟我的上帝 祂可能不会预备金钱给你 可能你祷告的时候说 身体健康 让我的病能够从我的身上离开 可能不是这个 但是我在这里要 跟大家 把圣经里面的应许 不是我的应许 要分享给大家 上帝为人预备的最好的礼物 那个就是永远的生命 请大家说阿们 产生弟兄 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他说 上帝给我们一个白白的礼物 给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要拿呢 那个礼物是谁 耶稣基督 因此 我们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北纽西兰区会 我们 的重点就是 我们每一个 北纽西兰区会的教会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making disciples的教会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mission 我们有一个vision 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 请大家说阿们 第二件事情 那个也就是说 我们北纽西兰区会 我们忠心的在每次的祷告当中 传道人祷告都在祷告 希望我们每一个教会 能够multiplying churches 我们基督福利安息日 奥克兰华人教会 能够建立另外一个西区的华人教会 能够建立一个首都的 威力汇林顿的华人教会 我们的教会 不是大家很好就好了 而是我们把耶稣基督 这样的一个好 我们能够扩及到 奥克兰的四面八方 让更多 现在有十七万多的华人同胞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接下来 我们第三个 北纽西兰奥克兰 北纽西兰区会 我们的目标 就是serving communities 我们现在就是缺乏这个 但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干部 包含胡卫力长老 我们就想办法如何的 来serve我们的Chinese community 我们星期日 我们有一个乒乓俱乐部 在我们的领袖教练 兼教练 金涛带领之下 我们的总教练 Sally的带领之下 慢慢慢慢的成长 上周日下午 我们有一个年轻人的 一个serving community 我们有我们的Chris弟兄 带领几个年轻人开始 也有下午的一个 一个乒乓球的 一个聚乐 就是这一个节目 我们那时候有多少个人 Abraham 你看我这边 你们上周六日 有多少人去 有八个人去 我们一起说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 耶和华以乐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赞美 要感谢主的地方 路加福音十章四节 有一件事情 好像这个圣经章节 也困扰你 也困扰我 耶稣说什么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血 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意思就是说 你就走就对了 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走看 不要走看又看 你就走就对了 不要管别人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不是 它这是一个形容词 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说 你不用管别人 路过你的人 你不要跟他们打招 我不是哦 这里面的意思是说什么 要专注你的使命 专注你的使命 不过我插一句 我家邻居的 我家的邻居 一个Kiwi的一对夫妻 这个先生有一天跟我聊天 很长的一段时间 到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Philip啊 我有一件事情 请求您能够在教会帮忙一下 我说什么啊 因为这个Kiwi 这个弟兄呢 他知道我们的教会的组织 虽然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知道我们教会 在New Zealand 做很多很多公寓的事情 他告诉我说 吩咐一下 鼓励一下下 您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 以后早晚 走路运动的时候 要面带笑容 因为华人这么 这么可爱 这么漂亮 但是走路的时候 都很怕看到我们这些白人 你要叫他们说 走路的时候 说左晃右晃 Hello Good day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我说他们很怕 他们不会讲啊 不会讲没有关系嘛 把他们的笑容带给我们嘛 我说 这位老先生 他很有风度的 是的 我们应该要这样 但是这里所说的 在路上不要问人安 开玩笑 如果你传福音 不要问别人安的时候 人家会说 我们不听他的正道 这里面 耶稣所谓的 不要问他们的安 他的意思就是要 专注您的使命 不要被 您的这个 像耶稣说 来跟从我的时候 你不要说 哦 我先把我的鱼网 先放回去 你就把它放下来 你不要说 哦 我先去跟我的爸爸妈妈说 say goodbye 耶稣说不用 你就马上就离开 但是 各位 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 就是当我们为耶稣基督 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专注 这个容易吗 其实当为耶稣基督 传福音专注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我们一生 做基督徒的一个功课 因为 因为 你传福音的时候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阻挠 让你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专注 您的使命 大家有这样的同感吗 有这个同感对不对 我跟你举个例子 真的是这样子的 每次我要为神做工 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 我要离开家 为神工作的时候 里面就哭了一个声音 哇哇哇叫 那时候我的女儿 只有七八个月大 我要离开 我先刮胡子 她在后面看着我刮 我离开了 跟他们说声再见 为他们祈祷 我要走了 不久就听到 我正好要发动车子的时候 就听到 很大声的声音 我女儿在哭 她这个整个下巴流血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看见爸爸 一样刮胡刀 她也想要刮 一刮就流血 流血 于是让我没有办法 安心地来去 为耶稣基督传福 常常的时候 我们教会要开什么 很重要的这些 会议部道会什么的时候 孩子会生病 或者是说 什么事情会发生 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各位 这些事情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耶稣说 我们要专注我们的使命 来了 我们要再主意下 完全依靠上帝 那所有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人 我们要做什么呢 耶稣这边有一个工作要给我们 他说 要医治那城里面的病人 然后什么 对他们说 神的果灵尽到你们 意思也就是说 上帝的果尽了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 传福音宣扬耶稣基督的恩惠 恩典 然后叫人家说 耶稣基督的果尽 大问题来了 问题是 我要怎么样子 百分之百的 不要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的 继续的 在我的基督徒的生命 能够依靠上帝 重点在这里 听起来好像全部都是理论的 可牧师没有错 讲得很好听 圣经也是这么说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人生当中总是有一些些 上下起伏 基督徒的生命 总是有上下起伏 我要怎么一直 focus 我要怎么一直 在耶稣基督的意下呢 我要怎么样子保证 我一直能够跟耶稣基督 有良好的关系 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有每天都在想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的话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三个如何继续保持 不断地在耶稣基督的意向 第一个 要有读经的习惯 这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要有读经的习惯 很难 科目师我不知道怎么读 好 没有关系 您可以 从您喜欢的地方开始读 只要有读经的习惯 但是那个读经的习惯 以后慢慢地 不要念得那么多 读得那么多 你慢慢地去读它 然后现在 科技的发达 有很多值得信赖的参考资料 您可以自然而然地 在网络上面就查询得到 我们有很好的网站 叫福音中国 里面有很多的参考资料 当你一个人在家里 研读圣经 不要那么多 读一章就好 或者是说读一章 当中的二分之一 或是三分之一的时候 配合百科全圣经的注释 您就会慢慢地理解 更重要的是什么 有读经的习惯 会让您能够继续地 保持在耶稣基督的意下 第二个我们可以得到的 可以做到的 那个就是什么 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 各位 你有祷告的生活吗 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 您才会每一天 跟神有一个关系 如果您只是一周 安息日来到教会 才有祷告的生活的时候 那个是不够的 如果您只有一周 来到教会 安息日来到教会 才看圣经的时候 那个是不够的 要能够保证 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意下 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工 就是要有一个 读经的习惯 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 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都是讲我们可以做到的 那个就是什么 纷争耶稣基督 在你的信仰里面的一些见证 告诉您的左邻右舍 告诉你的朋友说 来 认识我所认识的 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这三个读经是大家可以的 我们教会也花了很多的资源 我们买圣经 我们买圣经 我们几乎是发给大家圣经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 你手上都有圣经 大家都能够自己读圣经 祷告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祷告 但是祷告如此重要 可以帮助你 每一天都跟上帝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再接下来 做见证 做见证是传道人的责任 传福音是传道人的责任的 没有错 传道人应该要做传福音的工作 但是为了您个人的灵命 如果你没有分真信仓 如果你没有分真信仰传福音 悟到的这种自己的亲身体验的时候 会影响到你的树林的生命 在主意乡 各位弟兄姐妹 在主意乡 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 让我们能够明白 今年2014年 对我们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奥克兰华人教会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现在区会正在评估我们 可不可以成为教会 评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那就是我们教会 是不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愿意担当 成为福音的使者 成为门徒 这样的一个教授 我们教会是不是很愿意 成为一个母教会 能够愿意把我们 所知道的耶稣基督 开拓在其他的地方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还有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去 serve our community 帮助我们的 这一个社区的人 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 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什么 我们这个是比较欠缺 我们需要大家 共同一起来去思考 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 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奥克兰布道所 在今年我们能够达到 我们的目标 我们能够加入 全球基督复林安息日会的 布道的使命 那就是我们要 revive and reform revive and reform 我们要复兴 我们要改革我们自己个人的 属灵的生命 我们请我们的姐妹到前面来 当我们要唱这首诗歌 作为我们今天的上会诗歌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 回应 我们要回应上帝 今天说 对于我们下的这个挑战 那就是继续保持在 耶稣基督的意下 完全地依靠神 然后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完全地依靠神 可能我们能力不足 但是我们尽所能地 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门徒 来去传扬 我们去站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镇如《关这个电话》 Silent дела bow上 问你 主唱 顽色 众病 使你 感觉 该舞伏 祝 圣太 混合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依偎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成绩 耶稣爱你 耶稣存你 耶稣能够一个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熟悉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万天的星星 既然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 能够爱你 使你力量的心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了解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成绩 耶稣爱你 耶稣恬你 耶稣能够了解你的成绩 耶稣能够了解你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要做上会的祷告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能够把你的祈祷延伸到慧玲顿 我们所亲爱的姐妹王一世 她已经安息祖怀了 所以要来的周三 我会代表教会下去 为她主持追思会 在周四的早上 我们会在Lower Heart Semindy Adventist Church 我们为王大夫举行追思会 三周 前两周 我在惠林顿的时候 安息日 第一次有基督徒 安息日会议 在她的家里举行聚会的时候 她告诉我说 感谢主 终于我的小小的心愿 能够展开 她剩下的这个生命 能够继续为主 做传福音的工作 她说她太感谢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愿望一世这样子的一个 为耶稣传福音的这种 一直到她生命的最终点 还在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 这样子的这个热忱 能够感动你 能够感动我 我在这个地方特别 要针对你 想先说 如果现在你再跟我们一起祈福 给上帝的恩惠 恩惠 安慰你 能够与你 我们一起来祈福 亲爱的上帝 今天就在这首歌 全新的你 我们非常的感恩上帝 您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您是天父上帝啊 今天您所对我们 借着圣经里面 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 传福音的使者 那今天的重点是 你告诉我们 我们要再注意一下 学会如何继续与耶稣基督 在这个动荡不安 混乱的这个世界 那么多烦躁的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要继续的focus 焦点在耶稣基督底下 耶稣是不容易的事情 并且您给我们说 我们不要戴前囊 我们不要戴鞋子 甚至我们不要跟路旁的人 有这样的沟通的机会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形容词 您最终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信息 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完全地依靠耶稣 并且您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专注 我们的步道的使命 谢谢主 今天当我们要结束 我们的分享的时候 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 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对 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的回应 承达到天和上帝里的命 因此 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把机会让给您 您愿意 能够学会在主意下 在为耶稣基督做传福音的事情上面 能够不断地在你的生活上面 为耶稣基督做工 但是我们知道很难 但是我们今天学会了 我们要有一个读经的习惯 要有一个祷告的一个 学会祷告的生活 并且我们要学会如何 来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朋友 这三样事情 如果你愿意开始 学习这三样 保证自己在主意下的话 请你把你的手提起 天父上帝 你看见的这些手 他们的回应 手放下 愿天父上帝 以圣灵 接纳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他们行动的 一个祷告 他们从今天开始 要学会读经 祷告 做见证 我们相信撒旦会想办法 用各种的方法来 阻碍阻扰我们 做祷告读经 做见证的事情 但是愿天父上帝 你的圣灵 吹出我们 帮助我们 感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把那一群 阻碍我们 祷告读经 做见证的声音 能够关闭起来 让我们学会 有这样子 祷告读经 做见证的一个 全人的基督徒 父神上帝 一样的 我们把我们基督徒 你安息 又回奥克兰 华人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 安慰 送到杨先生 跟他的孩子的面前 愿你能够 这个时候 安慰 感动他 我们谢谢 我们以上的祷告 都是奉耶诗基督徒 阿们 祝会一万地求主赐恩 敬礼主圣殿各般前尘 求主是呼比日日倒影 而就今天 我送主 无尽 阿们 兄姊妹们 还有我们的朋友们 都留下来好吗 我们今天下午呢 我们要练诗歌 4月5号呢 我们在这个 我们教会的附近 有一个洋人教会 4月5号我们在那个地方 有这个联合的崇拜聚会 那